MING PAO TORROW 好的,那今天很開心可以回來學校 其實我也畢業了 雖然我已經畢業四年了 但我相信我應該是回來演講的人裡面 資歷最淺的 那 所以我就準備非常非常多的資料 想說這一次一次可以交給大家 我等於是抱著一種做期末報告的心情 在做這次的演講 那跟所有的期末報告一樣的是呢 我也是在昨天晚上才終於把它給我完成 那今天來我一直接受到這個演講的邀請 我就開始 就開始想說今天到底要說什麼 因為其實邀請的學生算聰明嘛 相較於以某一種標準來看我們算聰明了 至少讀書是沒有問題 那這麼聰明的人到底還需要知道什麼東西 然後不畢業自立這麼淺 我可以分享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就開始想今天的 今天的 來聽演講的人可能 我自己歸類大概分三種 第一種應該就是 歌迷 有嗎 有耶 欸 今天不是只有校內的同學才可以參加嗎 為什麼有校外人 沒有嗎 我以為都是 還是你們是進修推廣步嗎 很開心 那 反正 我今天想說會來看的可能就是第一個是歌迷 那如果是歌迷的話其實就不太需要擔心 那如果是歌迷的話其實就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 站在台上不管做什麼我可能 斷鞋子 斷鞋子 一旦大家都會覺得 那 但是當然還有另外兩種 那第二種可能我覺得就是 喜歡詞曲創作的同學 如果你是很喜歡詞曲創作的同學 對這方面很有興趣的 我相信今天會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可以帶給大家 一定會收穫非常豐富 然後也不要吝嗇於問問題 不要吝嗇於問問題 我就說真的 因為 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其實我在出來工作之後都一直覺得 我一直學到很多很棒的東西 其實學校裡面是 你是沒有機會學到的 那 回到第三種人 我知道今天還有 還有人要來踢館 對不對 因為我有看到你的活動 就是大家要來唱歌給 給威力安聽 這很鼓勵啊 就是大家都可以上來 那 也不要介意於 你不要演完 我可能可以給你一些意見 然後 分享我的心得 那 如果你真的對唱歌表演這條路 很有興趣的話 我相信 也會是一些很寶貴的 很寶貴的意見 那 除此之外 也希望說我今天是有點拋磚引玉 如果有些人有一些 新的資訊 或者是我沒有想到的地方 也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 那 通常呢 一講到音樂 尤其今天是金曲二十五前進校園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就會是夢想 最常講夢想了 最常講夢想了 不管是在 不管是在 那種跟音樂相關的就是 寫歌 歌詞裡面 也會想 啊夢想我要堅持 我的倔強 或者什麼什麼 就是大概 就大概那幾個詞 你知道嗎 對 我的倔強啊 我的磅 我的夢想 我覺得在音樂上的堅持 不要放掉 之類的 那 當然我 我以前是比較憤世的人 以前都覺得 講這些 當然夢想很重要 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今天想要講的是 出來 輸出錢 了解自己 因為 我覺得 你在 了解自己之後 你才有資格去談你的夢想 這是一個 我到目前為止 我自己的一個心得 因為我看過太多太多 也是很喜歡音樂的朋友 在音樂圈裡面打滾 他們都有夢想啊 每個人都夢想 啊我一定要 就他有他的堅持 然後 他 有他音樂上面的執著 但是 旁人看就會 比 比他看得更清楚 那就知道他 有很多不必要的堅持 他其實根本不了解 自己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他可能根本就 走錯了方向 或者是 他根本就做錯了工作 那這種時候 那這種時候 跟他講 我又回應 又聽不懂 那這個時候 就回到說 我們要 如何更了解自己 那你 了解自己之後 其實 你的道路就會 越來越明顯 我相信這不只是音樂上面 就是 各行各業 都可以被應用上去 就是 你了解自己之後 你知道你的能力在哪裡 你的 你人生未來的方向 它自然而然就會 越來越清晰 我還記得我 國中的時候 國中 高中 高中的時候 我的輔導老師 有 來上課 然後就問大家說 你們覺得 你的 興趣 比較重要 還是 你的能力 比較重要 你在選一個工作的時候 興趣比較重要 還有能力比較重要 覺得興趣比較重要的人 舉手好嗎 有嗎 不少 不少 好的 那覺得能力比較重要的 可以 舉手好嗎 覺得兩個都很重要的 沒關係 可以重複舉手 這個是最 這個是最好的 謝謝 這是最好的情況 然後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剛好是 我有能力 但是 也是我的興趣所在 那 那個時候唱歌的時候 輔導老師說 如果你沒有辦法量著重疊的話 其實有時候能力會比較重要 因為 當你沒有那個能力 而去 為了你的興趣 而要去做那個工作 其實反而讓你更痛苦 拿我的工作來說 好了 如果 我對音樂就是非常的有興趣 但是我真的就是 比如說我唱歌唱不好 然後 表演也表演得不好 那其實會很痛苦 你可能 任何的 就算是你的興趣 變成工作之後 它其實就會有一點點變調 老實說 我自己也會 開始有點感覺 當我開始 把音樂當成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 厭煩 有時候必須要提醒自己說 我要回去找回 一開始玩音樂 那個 那種好玩的 那種心態 跟心境 那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要講 了解自己 非常重要 而且呢 我覺得 我覺得 現場 大多數是 台大的 學弟妹 甚至校友 其實我們 我們 就社會上的價值觀來說 我們大概 大部分的人 都選擇一條 相對 安逸 或是相對 保險的一條路 那可能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就因為選擇了這條 安逸的路而已 有時候我們會忘記 自己原始的目標是什麼 拿我自己當例子的話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 是當漫畫家 然後 我開始回想說 我大概是什麼時候 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把這個夢想給拋在 拋在腦後 就是我的目標 我後來記起來 差不多是在 國中高中的時候 當課業越來越繁忙的時候 在那個當下 整個的環境 可能是你的 可能是你的父母 你的師長 甚至你的同儕 甚至是整個社會環境的 價值觀底下 會讓你覺得說 我現在 關於媽媽家什麼 那個就隨便 現在最重要的目標 就想當然而言 是考試跟升學 那很多時候就會忘記了 我原始的那個方向 到底是你在哪裡 那 我覺得我很幸運 後來 有很多的契機 讓我重新 學會去找到自己 真正的目標在哪 那 當然我相信也有很多同學 其實一開始 就是非常固定 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邊 我也有這樣子的同學 但是 我碰過也有很多的 真的就是 也一直在尋找 比如說大學畢業 那不管我先考研究所 再繼續往上一直讀 一直讀 然後等 就是一直把目標往後推移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蠻 如果就就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算還好 因為就是一直讀書 但是以人生的 人生這種長遠的 規劃來看的話 其實蠻 我覺得蠻可惜的 你浪費掉你其實最 最寶貴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的青春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今天 我可以帶給大家其中一個 一件 比較好的建議 應該就是 善用大學這四年的時間 或是金球推廣服的紀念 好好的 好好的去認識自己 去去了解自己 你到底要 你到底要做什麼 你是誰 當你知道你是誰之後 你就知道 你接下來到底要往哪裡走 往哪裡去 那為什麼 我會挑了解自己 這個題目 其實一開始是 我常常跟我的製作人 我的製作人叫奧倫格 然後 常常跟他聊天 一開始是聊到他的小孩 看到兩個小孩 大概 一個國小 一二年級 另外一個是 幼稚園 五幼歲 然後 就跟他聊到 他說現在小孩很可憐 因為像我們已經 上了大學了 其實就不太 就是 耶 上大學了 不用太想什麼考試啊 升學的 像前幾天 大家還在講什麼 現在國中是考 會考 然後我想 天啊 我以前國中的時候 是叫基策 現在又變了很多 不一樣的東西 而且好像又有 更多的多元入學方案 然後我就跟我的製作人聊到 他說很可憐 現在小孩不只是 你要一直讀書 你還要做 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 雖然那些其他的事情 可能有 有辦法 給予他一個機會 去尋找 他的興趣 但是 最後的最終目的 好像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 那個比較短期的目標 就是升學 那 所以我才跟他聊到說 了解自己 他說 他自己覺得 我們這些 這一輩的年輕人 最 最可惜的就是 我們很晚 才開始學會怎麼 了解自己 在那之前好像都是 就是 很像天涯式的那種感覺 那他舉的例子當然就是 國外嘛 就是 大家最喜歡 嗯 嗯 國外 大家最喜歡提的例子就是 美國人的教育 可能從小就是 很注重他的體育 他的其他的方面 讓他很自由的去發展 那 既然我們生活在這個體制底下 我覺得 短時間之內 可能沒有辦法改變他 但是你可以改變自己的想法 嗯 你在想自己怎麼走 我可能需要一堆水 好 那 因為我的製作人阿文哥 這是我的製作人阿文哥 以他來當例子的話 他其實沒有上過大學 他大概 高中畢業 那 嗯 我 我常常會說 我常 應該是第一次有上課 然後 反正都是 嗯 我常常會 嗯 我忘記我要講什麼 我常常會說他的 他的經歷其實有一點像 Lessing in the skies 因為我記得他好像是沒有考上大學 那 在那個年代 雖然大學錄取率很低 但是 看起來好像也是一個 就是 比較 在那個時候看起來算沒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高中很喜歡玩團 那 他等於就是 先往他的興趣去著手 那他就是彈貝斯 當然每個人開始玩樂器玩團 第一個夢想一定就會覺得 欸他我要變 比如說超強的貝斯手 我要参与一個 會變得很紅 大家都知道的一個很夯的樂團 那後來呢 他慢慢就開始了解到 經過很多的試練 開始了解到 其實他自己 似乎不是那塊料理 所以呢 他就 另外立了一個志向 他說 那我 我覺得我 朝錄音師發展好了 因為 他那個時候也有在 比如說 Pub打工 當PA 那他開始對幕後的這些東西 非常有興趣 他說 好 那我先想辦法 我想要來當錄音師 那 他沒有上大學 他常常去 找很多國外的 那種 全英文的 錄音的 那種雜誌回來 他說 他那時候就是 雜誌放在這邊 英文詞點 就放在旁邊 一個字一個字慢慢查 就是因為 他的 他的熱情 讓他想辦法一直去精進 那後來呢 他 開始了解到自己 嗯 好像他的耳朵 也不是那麼的靈敏 也沒有到 錄音師那種的天賦 他就開始修正 那他慢慢開始覺得說 他在音樂上面 是有sense的 那製作人 其實是一個很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呃 他的工作是什麼 對啊 你看照片好像就覺得 這個人 就是 來吃個便當啊 喝個飲料 那樣子 雖然他很多時候是這樣 但是 但是 嗯 其實製作人最辛苦的是 他要做很多很多的決定 就是比如說 這個吉他的line 我到底要 這個旋律 我到底要怎麼搭 我要怎麼跟我的樂手溝通 那做這些決定的背後 呃 呃 決策的一個依據就是他的sense 他對於音樂的敏感度 他覺得什麼是好聽的 什麼是不好聽的 他覺得作品出來應該是要什麼樣子 那 這個他 就是他的天賦所在 雖然我也覺得 他也有當美食家 或是當廚師的天賦 因為他 很會吃 所以呢 其實 呃 他有這方面的天賦 他開始慢慢 修正了他的目標 他往製作人去發展 那也確實 呃 他做得非常的好 像我的 我的從EP一直到我的第三張專輯 到現在第三張專輯 每一張專輯 都是他當製作人 然後 也很感謝他 除了我的東西之外 其實 他也幫了非常非常多的 呃 線上的歌手 當製作人 或是當錄影 比如說范范啊 郭靖 這當然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 呃 梁靖茹 靖茹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呃 梁靖茹 第一張專輯 好像也是他 製作的第一張專輯 等於是他們一起成長 那如果你有機會回去聽 呃 他的一二 甚至到三四 我忘記有沒有 其實阿文哥的強項就是在於 他 對於細節的要求 那這當然就是 比較 技巧的層面 那最後呢 我想要放的這一張 是他配唱過的 真的一定要放一下 金城武的 優柔超人 真是太 太嚇唬我了 他跟我講得錯了 那我們好好看一下 我看到 我看到你 台上唱歌給大家聽 嗯 其實有時候 夜深人靜自己回想 就覺得 還好 還好那個時候 有做一些對的選擇 嗯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想要分享很多 關於我自己的部分 呃 如果是 其實也不用一定要對音樂有情趣 或者想當歌手的人 其實都分享這些 讓大家可以 嗯 可能你碰到你人生 十字路口的時候 嗯 你還記得這場演講 然後讓你有一個儀歸 讓你做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然後 少走很多很多的冤枉路 那 其實我在準備今天的演講的時候 也是在想說 好 如果今天我回到大學時代 我今天坐在台下 我會希望聽到什麼東西 可以幫助我 接下來的道路怎麼走 那 嗯 所以 從我小時候開始講好了 我小時候其實是 嗯 最早是很喜歡唱歌 從很小很小的時候 大概 都還沒有上小學的時候 一開始是先聽我爸媽的 那種 英文老歌的錄音帶 呃 比如說 灰狼Lobo 他可以壓在最下面 那 一直到 中文的流行音樂的啟蒙 應該是酸凍力軍 就是 因為我小那個時候 他剛好 過世 所以那時候電台到處都是等一群 嗯 一直到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常常會去 父母會帶我去看電影 或是我的 親戚帶我去看迪士尼的卡通 那我覺得 另外一個很幸運的一點是 我 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對 對 的迪士尼動畫其實是 呃 很多的歌唱 很多音樂在裡面 非常非常好聽 那 像近代這幾年就是Frozen嘛 那其實那個時候幾乎每一部電影 每一部迪士尼的電影的音樂都非常非常好聽 我記得好像 Alan Menken還是 對對對 反正就是非常的好聽 嗯 而且每一個 每一部電影都有一首歌 會讓你 就是 大紅特紅 就是會記在腦海裡面 那那個時候 每次看完電影 我爸媽就會買電影的原生袋 回來給我聽 那 因為小朋友的 學習力非常強 所以 幾乎每 每一張 比如說從 從美女野獸啊 阿拉丁 獅子王這些 每一張的 歌 我都可以刀背如流 這算是我最早的音樂奇夢 主要就是 很喜歡 唱歌 但是呢 喜歡唱歌 跟會唱歌是兩回事嘛 那 我們去KTV的時候 就經常感覺得到 我沒有人很喜歡唱歌 那 我也覺得我算幸運 因為我的父母是 我爸媽從以前也是很喜歡唱歌 而且他們是 大學的時候是合唱團 所以 後來我也 算是有被遺傳到 也喜歡唱歌 然後 國小的時候也有參加合唱團 而且是被老師拉進去的 而且是被老師拉進去的 我記得那時候我要去參加什麼 電腦社 從那時就顯露豬獎安的 妻子 就很想參加電腦社 後來好像是被音樂老師威脅 說你一定要來 不然我就幫你打零分 那種什麼的 所以就去參加了合唱團 那時候算是 第一次的肯定說 其實我算是會唱歌的 那 甚至後來到 國中高中也是同學都會說 其實你唱歌蠻好聽的 但是呢 會唱歌就等於可以出唱片嘛 這好像又是 這幾次又是兩回事 出唱片會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裡面 有時候甚至跟歌唱沒有關係 比如說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孔慶祥 他有出專輯 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不太會唱歌 可見自古以來 其實有蠻多不會唱歌的人 都在出唱片 至於是誰呢 就no comment 但是呢 這等於是我自己給自己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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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思 就是我會唱歌 但是我真的 我真的是可以發專輯的嗎 我可以當個歌手嗎 那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疑慮 不管你要做任何的工作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 認識自己 到底有沒有辦法 升任這個位置的一個手段呢 就是 put yourself to test 讓自己接受一個考驗 那 這是一個最 算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式 那最好的是 這個考驗是有專業人士的講評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管道 那 今天我就主要講關於音樂的 那我自己呢 我選擇了歌唱比賽 如果你是很喜歡音樂的朋友 其實你不一定要參加歌唱比賽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有很多 其他的方式 你可以去檢測自己 到底是不是 有到那個水平 那我覺得 我選了一個最 最直接 而且甚至最殘酷的 一條道路 因為我選擇去面對 這三個人 那這三個人呢 就是 包小聰、包小博 跟黃書俊老師 那他們是 當時是 很有名的 獨舌評審 但是呢 參加整個歌唱比賽 最讓我 感到震撼的 其中一點 其實他們有給我很大的自信 是 因為他們都是專業的製作人 那 一開始他們給我歌聲的肯定 讓我慢慢慢慢的建立自信 就是說 我並不是一個 比如說只是 或是 在KTV很會唱歌的人 而是真的可以站在台上唱歌的人 那另外一個震撼教育的是 我們看到這裡有三支麥克風 這裡還有第四支 其實這支麥克風呢 是給他們後面這三個人 然後這三個人的後面 還有千千萬萬個人 當你上電視的時候 評論你的就不是只有這三個人 而是全世界的人 因為我後來當歌手之後 就有碰過一些歌迷說 我以前在美國 回看電視 然後就看到你的比賽 所以 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而且 又算是 網路剛開始發達的時候 就是 雖然社群網站剛開始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 至少PTT是在的 所以 會有看到 會有看到很多很多的評論 那 當然會有好的 但是更多的是壞的 因為我們知道 批評人其實是最簡單的 那我覺得我很幸運是 我從 大概大一的時候 十九二十歲 就去比賽了 那 我很早就開始去學會 怎麼面對這樣子的評論 怎麼去看待網路 這件事情 那 這是一個 我覺得小小的很欣慰 那 在整個比賽檢驗之後呢 最後當然很幸運 我覺得真的很 我運氣真的非常非常好 我最後有比到冠軍賽 然後有拿到冠軍 但是我真的 扪心自問 自我檢討之後 我覺得 我的實力其實根本 沒有很多參賽者 那麼的好 但是呢 他一樣 他也是增加了我的自信 但同時我知道 我被 被批評了很多 然後 我很記得包小果 老師講的一句話 就是你的聲音像 冬天長長的圍巾 但是上面有頭皮屑 那 實際上就是 檢驗之後 當你冷靜下來 從旁邊看 你可以給自己一些反思 那他的意思呢 我的翻譯是 他的 他覺得我的聲音 有一種溫暖在裡面 他是有可塑性的 他是有牽力的 但是當然還是有些 偷皮屑 就是 邊邊角角 比較需要修正的部分 那這些 我就當然 表於心 表然於心 知道說 如果我真的要 往這方面去發展 那同時是我的興趣 我好像也是有 這方面的能力 只是需要 再加工一些東西 那這就是 自我分析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重要 當你檢驗完 你自己的能力之後 自我分析 我到底是真的 可以嗎 還是我真的不夠 那講完唱歌的部分 我覺得來到創作 我在創作上面 其實也 也算是蠻久的 我大概從高中的時候 開始 開始自己拿吉他 開始寫歌 那一開始是比較 就是興趣 相信很多人都是 因為興趣 所以才開始 拿起你的樂器 開始創作 那 我一開始是先用 非常非常簡陋的 設備去 錄我的demo 就是用那種 USB麥克風 跟桌子上面 就這樣一根的那種 錄demo 甚至後來 我高中有寫一些歌 後來有 比如說 我不能講名字 就是 某某某歌手 就說 欸 搖歌 然後就拿你一首 我以前的歌去聽 然後聽一聽 聽demo的 那個背後還有筆掉在地上的聲音 然後他就問我的工作人員說 欸 他是不是很窮啊 設備怎麼這樣子 那 可想而知 就是那個時候的設備 有多麼的簡單 但是題外話是 嗯 設備好不好 其實反而是其次 而是你的音樂本身 讓你好不好 那 那個時候我用這種簡單的設備 錄完我的demo 都會 透過網路 MSN 還有人知道什麼是MSN嗎 就是透過MSN 然後就會傳給我的 傳給我的同學 然後大家分享來聽 然後 通常大部分同學給的評價 也都會是好的啦 所以我們知道同學並不是一個非常好的檢驗方式 除非他是 像孫幼那什麼 就是啊 弄什麼都很難聽 那 我的同學都對我蠻好的 會覺得欸 其實還蠻好聽的 然後 就開始也是增加我的自信 所以就開始 持續地在寫歌 那後來 上大學之後 因為很多時候MSN一定會對方也在嘛 才會幫我傳檔案 所以我就想說 欸 我找到了一個網站叫做Street Voice 那我就開始把我的作品放在上面 那一開始的想法 主要是 我先把歌放在上面 然後我就傳一個連結給我同學 你就可以隨時聽 而且Street Voice上面 你也可以留一些評論啊 或什麼的 那一開始是很簡單很簡單的想法 但是後來 因為你放在網路上面 其實會有很多 你的朋友 或是同學以外的人 會聽得到 然後 我也開始有一些 像是小小的網路上面的歌迷嘛 就開始去在作品下面留言 而且其實都給予 蠻正面的評價 那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覺得說 欸 好像 就是 除了同學 可能 善意的謊言之外 也有 網友們 真實的 這種喜歡的評論 所以那個時候 也增加了我自信 然後就開始繼續的 繼續寫歌 那我覺得 想要給大家的一個 一個建議 一個心得 尤其是網路上面 你要分很清楚 什麼是惡意的批評 什麼是建設性的批評 我覺得這個是我的 我面對 網友評論的 一個最大的心得 那 惡意的批評呢 我剛開始碰到的時候 心情也是非常的差 就是覺得 為什麼 你要這個樣子 那 那 出了社會 久了以後 你就發現說 其實那是人性的一部分 呃 這個世界其實是不友善的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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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事實上也就是 這個社會上 人性裡面 確實有那種 比較攻擊性的部分 那 網路上面是 最直接的一個平台 我們以下 呃 就是很明顯 PTT上面到處有事嘛 然後 甚至我們看YouTube 看Facebook 有很多不理性的 有時候很多 那些都只是情緒 惡意的批評 大概 我自己分析 我覺得有一半以上 都是情緒 那個人可能平常 根本也不是 有多凶狠 或是多糟的一個人 那就是情緒 我們一般人 不會這樣子 因為情緒 而留下非常非常多 傷人的字眼 那看的人 因為他不知道 你到底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在寫 如果你心理建設不夠 就會受到 受到傷害 但是我覺得 當你分得清楚 那個是惡意的批評的時候 其實就 就心裡不會覺得怎麼樣 反正是建設性的 批評 我覺得 反而是 如果你是玩音樂的 朋友 你要好好的去 好好去看待 好好去轉化心境 像我自己一開始的時候 不管是任何的批評 你碰到第一個反應 一定都會是反駁 就會覺得 沒有啊 我沒有這樣 或者是你開始找理由 就說 不是 因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比如說 聽到Demo裡面 有筆掉下來的聲音 就說 沒辦法 就是剛剛我的室友 在那邊筆就掉到地上了 那 那個是對批評的第一個反應 我覺得沒有關係 那是人性的一部分 但是 當你 第一個反應過去之後 你冷靜下來 如果是建設性的批評 你一定要把它收下來 因為它只會讓你變得更好 我碰到一個 我現在要舉一個意思 反而是惡意的批評 但是它反而 它讓我變得更好 我記得在 那個時候還在比賽 比歌唱比賽 然後 同時Street Boy上面 也是有一直放我的作品 然後我就接到一個 一個經紀人的電話 然後我也不知道現在在哪 他就 他跟我講很多 很像就是訓話那種的 覺得 你應該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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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他提到了我的創作 他說Street Boy的作品 我有唱去聽 我老實跟你講 可以聽的 沒有棘手 這句話我記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我覺得就是你要把 我開始把這種憤怒化為一種力量 我把這句話放在我心底 我想說好 那我想辦法 我以後寫的每一首歌 至少都是可以聽的 所以一直到今天這都是我寫歌的一個 一個準則 旋律一定要好聽 一定要讓你沒有話講 那另外一個呢 既然講到經紀人就是很想提醒大家 注意不要亂簽合約 這個真的是我出社會到現在最大的一個心得 我也看過很多很多很棒的音樂人才 就是因為簽合約 他整個被綁住 你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如果你碰到其實任何行業都是 就像剛才講的 這個社會是不友善的 所以我們心裡要有一點心理建設 要做好自我保護 千千萬萬要注意不要亂簽合約 如果你有拿到合約的話 請千萬的想清楚 那像我呢 就是 我已經簽合約了 但合作非常的愉快 對 反正就是注意 我是覺得真的啦 如果你要簽合約的話 最好是對方真的了解你 你也了解他 互相尊重 那合約的內容 當然那是另外可以談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們一定要溝通良好 合作的過程一定會有不愉快 但是回到最根本的 你們要溝通良好 知道對方要幹好 最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對方 是善類 因為 這個世界上充滿了白淚 這是真的 嗚嗚嗚嗚 要小心就是 這真的是千定零萬交代 因為相信 台下一定有非常非常 一定非常非常的有才華 但真的要非常小心 關於簽合約 那關於創作的 跟唱歌 如若相跟搶相 我自我分析 像剛剛講唱歌的部分 我覺得 確實 我的聲音好像有一些潛力 好像是真的可以當歌手 但是我也知道 有很多很多的技巧方面 需要加強 甚至在創作上面 我也有很多需要加強的地方 我也是大概出了 從開始出第一張專輯之後 才比較認真的去 回去看自己的作品 再看說到底哪裡 哪裡好 哪裡不好 那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其實剛出來 其實 這個 算是幫助我 或是很喜歡的 正面的評價還蠻多的 那 我自己覺得是 那是某一部分是 我們其實都是喜新厭舊的人 我 之前看過另外一篇訪問 很好玩 他就說 裡面有一個受訪者 他說其實 我常常覺得 每一個樂團 或是每一個藝人 出一張專輯就好了 因為大家就會覺得 那張第一張 天啊 太經典了 一定有這樣子的經驗 對不對 你去看一些你喜歡的團 大部分的人都會說 天啊 不管他出什麼 還是他的第一張 第二張最好聽 那種感覺 那原因當然可能是 他第一張專輯就是 就是用了他一輩子的時間 把他所有想寫的話 想表達的東西 放在第一張專輯裡面 那 那 其實就是我的situation 所以我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比較正面的評價 等於是 反而是讓我沒有看清楚一些 我真正需要修飾 或者是改進的地方 反而是到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開始慢慢發現 到底是什麼 因為 也開始出現比較多負面的樂評 那我們自己分析 最需要加強的部分 其實是歌詞 因為我以前寫歌的時候 非常的非常的不重歌詞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 流行音樂 旋律好聽 最重要 所以歌詞都亂填 最好的例子就是 像慢慢等這種歌 等紅燈電律燈啊 隨便 就發專輯 欸 從這樣 所以從第二張專輯 就開始覺得說 嗯 已經 我 當然比以前更重視詞的部分 當然曲我覺得還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詞 在我心中的分量也越來越多 那 後來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去 去精進這個部分 等一下會談到 等一下會有很多 如果你喜歡資訊創作的朋友 會有很有用的資訊 那強項的部分我覺得 嗯 在創作上面 我覺得 我自我分析 我覺得我有那個sense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 什麼樣子的旋律 對我來說是好聽的 嗯 我覺得好聽的旋律 好像就是真的 最pop 最大眾都可以接受的旋律 那 嗯 我覺得在這個方面 我 我好像有這方面的天賦 所以我來寫歌的話 我現在可以寫出 大家都喜歡聽的歌曲 那 再來呢 就是 走到 嗯 我跟唱片公司的合作 那一開始 就像剛剛講的 創作放在Streetboard上面 那 嗯 這個時候 接下來要講的就比較 機運的部分 確實是 運氣非常的好 嗯 嗯 我的那個 我的伯樂 就是我的 嗯 我的企劃 前企劃 他剛剛離開 嗯 因為保護當事人 所以我就不放他照片 那 他的初號叫做白眼霞 他就是在 嗯 Streetboard上面 聽到我的作品 然後來 就是留言 來接觸我 那 嗯 其實那個時候 來留言的人非常多 嗯 就像剛剛講的 也有經紀人打電話來的那樣子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去 就去 就去回了他的留言 有時候人生就是 這麼的奇妙 然後 他就把我帶到了 服貿長片 那 嗯 一直有合作到 這張專輯 嗯 所以呢 這邊有點題外話 嗯 就是他有一個粉絲團 叫做我愛白眼霞 大家可以上去按讚 然後現在已經 三千八百多了 那個 今天大家上去按一下 讓他沖上四千 讓他開心一下 好的 進入唱片公司 那 嗯 在創作上面 我覺得對我很重要的一首歌 叫做小眼睛 嗯 這首歌 嗯 算是我很早很早 高中的時候的創作 一開始寫 其實只是為了說 我的同學第二天要生日了 然後我忘了 準備禮物 或是寫卡片 那種 然後他又是那種很 很煩的同學 就是你不準備 他就啊 你都沒有幫我準備 什麼 所以我就用了一個 晚上就寫了小眼睛這首歌 覺得他唱他眼睛很小 那 後來非常幸運 就收入在我的 師姐泛泛範圍器 這張專輯 哲學家裡面 嗯 所以 這個算是對我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鼓舞 因為這是第一次 我 我覺得說我的作品真的受到肯定 原來我的歌可以 收錄在一張正式的流星 華語流星唱片裡面 它是真的可以 端得上檯面的 那這給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鼓勵 那 所以就從那個時候 一直到現在 就是一直不斷的寫歌 那接下來這個part呢 呃 我們都自我分析完了 然後 算是更加的了解自己 欸 我知道我自己的 我的弱點 我的優點 呃 我的天賦在哪裡 我的路好像慢慢就出來了 所以就慢慢的朝 歌手去發展 那 這個時候 就可以談夢想 嗯 接下來的這一part 如果你是對詞曲創作 非常非常有興趣的朋友 我覺得會是 資訊非常豐富的 很多都是我自己去 去挖掘出來的 那 如果這個演講結束 你還是對詞曲創作很有興趣 可以加入 台大的詞曲創作社 這不是大廣告 我自己 以前就是有參加在詞曲創作社 我覺得 受益匪錢 真的非常棒 所以如果有興趣 可能可以去參加 那 講到的夢想呢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怎麼去 我們知道方向 知道目標是哪裡 我自己的目標 我要當一個歌手 我要怎麼做到最好 需要一個藍圖 那 各行各也不太一樣 我這個行業比較奇特 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 來做的人相對之下 少非常多 然後 等於 你可以依循的管道 或是那條道路 資訊非常少 那 有時候可能 必須要 自己去挖掘 那 這是我 從畢業到現在最 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心得是 現在 因為大家是學生嘛 其實就是 坐在 課堂裡面 就是一直接受 接受 甚至有時候 有些人開玩笑說 現在的教育是 edutainment 因為 大家實在被娛樂的 太多了 所以就是 你就覺得 education就是 我坐在這邊 好 教授 取悅我 不行 不行不行 然後就睡覺 然後就吵喝 那 不婚言 其實我以前 也會有這樣的心態 但是當你 我出了 畢業之後 我慢慢發現說 很多事情是要自己去 去爭取 自己去學習來的 那接下來就是很多 我自己收集到的資料 想分享給大家 那在講這些之前 其實我想 講一個就是 這個概念 我覺得很好 關於苦練 像在音樂上面 有很多的人 甚至我自己的朋友那種的 會覺得說 比如說唱歌 如果我去練 那我原本的特色 就沒有咧 甚至是創作 如果我會有一個 一個管道去訓練 是不是創作裡頭都會變成一個樣子 我覺得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自己在搜尋資料的時候 碰到了 看到這句話 有時候如果說你的天賦 經不起一點點的訓練 那你可能從一開始 就沒有什麼天賦可言 那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非常刺耳 或者是非常非常負面的話 但是我覺得它背後其實是正面的 但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不只是音樂 如果你對任何的事情 你有那方面的天賦 你不用害怕說 因為訓練 你就變得一無是處 變得很降氣 如果你真的有那方面的天賦 你就是適合做這個工作 然後當你去苦練之後 你只會變得更好 那對我來說呢 第一個我碰到的 我第一個碰到的一個考驗 當然就是唱歌表演 因為是歌手嘛 而且要唱Live 那我自己其實也摸索了很久 那也是間接輪轉發現這個系統 可能有朋友知道 就叫Speech Level Singing 他就是 他的概念主要就是 你唱歌的時候 就像你講 應該要像你講話一樣輕鬆 但你應該不是跟我講話一樣 我一直破音 但是他的原理非常棒 而且他學這套系統的 我們想得到的大咖 太多太多了 太棒了 太多太棒的音樂人 其實都是這套系統的 那這邊放了這兩位 其實算是最 monumental 你一拿出來 你就看Steve Wander 沒有話講嗎 更多棒的是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他其實一直到他過世 那個時候他都是 他大概從那青少年時期 就開始一直是練這個系統 跟著一個老師叫做Seth Britt 那這套系統 其實是 他的說法是 很多時候我們看那種外國的 那種歌手來台灣 比如說Eagles 就老人就覺得 啊 媒體裡也沒辦法唱了 事實上 如果你好好的練用正確的方式 你越老人的聲音就會越好 所以Michael Jackson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弟子 這個是 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自己在 自己在練的 當然現在還在摸索的階段 唱歌其實有很多的門牌 所以不管你喜歡的是什麼 或者是你已經在練什麼 我覺得你就盡力去把它練到最好 這個是 只是這個是我的選擇 那再來一個就是Live的部分 我覺得音樂產業現在在轉變 我想也不用我講 大家也都知道現在唱片業非常的蕭條 幾乎沒有人要買專輯了嘛 那 所以事實上接下來Live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發現 音樂技越來越多 演唱會越來越多 因為那個 講難聽一點才會賺錢 才會有Profit 才會有利潤 但是同樣的Live就是有它的魔力 你去看 如果你有看過現場的演唱會 那個跟聽CD真的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甚至是如果你去買演唱會的CD來聽 其實你可以感受到一點點 但是那種感受 那種感動 是沒有辦法完完全全全複製的 所以Live會是以後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件音樂上面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對唱歌表演有興趣的朋友 一定要想辦法好好把你現場的功力練好 那對我自己來說 我去練現場的 比如說演唱會的表演啊這些的 資訊其實很少 很多時候是自己要去摸索 所以我去從第一張專輯開始 我記得我發了第一張專輯之後 隔了幾個月立刻就要 其實就要開自己的演唱會 其實會蠻不安的 所以去看了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去 有任何的表演任何的演唱會我都會去看 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只要有演唱會我都想辦法去看 然後去學習 看哪邊好哪邊不好 好的 那剛剛講到Porsera 裡面就是我上了這個老師的課 他叫Pat Patterson 他就是Burkney的老師 他專門在教詞曲的創作 songwriting 那我甚至有買他這本書 就叫writing better lyrics 就是這個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想辦法買來 我記得我是在夥克來嗎 上面就有 但是要等一下 那他其實講的比較多的是 關於英文的創作 那我就比較 我比較吃香一點 因為他裡面提到很多 比如說英文的歌詞 他的韻律 律動什麼 跟英文的詩 他去做一個 他去做一個對比去比較 今天有外文系的同學嗎 不少耶 原來這麼多 好 那等一下 問問題的時候 關於西洋文學概論 就不要問 有點放給教授 但是呢 我記得我在上大學的時候 其實對於語音學 或者是對於聲韻學 甚至是 雖然心思我也有點 音思我也有點看待懂 但是對於 對於他們的 就是那種的律動 現在有沒有想到 就什麼Ionic 的 的 的 這本書裡面 也完全都有提到 因為那其實跟音樂 有很深很深的連結 所以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去找來 那 Pat Patterson 他的Credential 就是他真的在Burkery 教很久 其中一個他的學生 就在這邊 就是John Mayer John Mayer 我覺得是 近代 其實我們現在看西洋 流行歌 很多歌詞都亂寫 我覺得是真的 John Mayer 算是少數幾個 歌詞上面 跟音樂上面 都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完善 做得非常好的人 所以 尤其是 講了我的偶像 開始講的話 就講不完 所以 推薦大家 你可以去Google Pat Patterson 他不只是有這本書 他還有很多別的書 但是呢 回到自己本身 雖然我買來 然後做我營救 但是 他主要還是 英文的創作 是跟英文比較有關的 對於 華語的創作 流行歌 歌詞上面 其實這方面的教材 真的很少 所以我就開始去想說 到底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來應用的 那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心詩 心詩跟歌詞 其實是 整個歌詞上面最像的 所以 我找到的 句子這方面的書 也真的很少 如果等下朋友 有知道的 同學知道的 可以分享 其中一本 是這本 叫做我做詞家 是陳樂榮老師 那他比較 陳樂榮老師寫的 但他比較像是 就像書名上寫的 所以他與 十四個 就是線上的 作詞人 有點像是 做採訪 然後去 剖析 看他們說 你們在寫的時候 在想什麼 你怎麼看待作詞這件事情 其實看完之後 也會覺得 滿有意思的 但是對於 你要怎麼去精進自己的 寫作 其實這本書的 琢磨的就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它 可以幫助你在心態上面 做一些調整 然後去了解說 做詞人 這些藝術家都在想什麼 那接下來這本書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它幫助非常大 如果你 對寫詩或是寫詞 真的很有興趣 這本書真的很棒 白玲老師寫的 叫做《一首詩的誕生》 這個就是 這是一本工具書了 其實 它其實在分析 很多種很多種 新詩裡面 寫作的手法 它怎麼運用一些 甚至裡面 有給你很多的技巧 比如說一句普通的話 怎麼把裡面的詞語帶換 然後就變得 完全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找來 我這本是在 我是左邊這本 它現在有很多封面 這本是在茉莉二手書店翻到的 我覺得真的是 找到寶 這邊幫茉莉二手書店打廣告 對 那 它不只是有這本 《一首詩的誕生》 它其實還有另外兩部 也是在講詩 但是我都 我還沒有看過 如果有興趣 你也可以買來看 好像叫《一首詩的誘惑》 《一首詩的玩法》 所以如果你對於寫詞很有興趣 寫詞很有興趣 真的買來看 甚至它可以 它就是工具書 你所以是可以 回來reference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這一本 如果你對於寫詞很有興趣 這個真的很棒 因為《新詩》跟寫詞 一個更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寫詞 其實更需要的是 押韻 所以這本書 其實它就是把所有的韻腳裡面的 那些詞彙都列出來 那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說 欸 我是怎麼寫歌的時候 這本就會拍上用場 而且這本書 還有司馬仲淵老師強力推薦 所以 非常非常的棒 多功能詞固 中華詞語 那當你找到你的方法之後 你建構好你的藍圖 其他就沒什麼好講 就是 不斷不斷的練習 不斷不斷的練習 然後 一直朝你的方向去前進 那 那 我到現在其實 我也還在摸索 我也還在摸索 在碰木樁 還是在試驗說 欸 我還可以往 還可以怎麼樣更好 那 這也是到目前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的 那 接下來呢 我覺得我想要分享的是 一首歌的誕生 就是 跟大家分享說 那我是怎麼寫 我自己的歌 怎麼讓它從 一個idea 變成一個demo 然後最後變成 專輯裡面的一首歌曲 我選的是這張專輯 也有所謂 我這張專輯裡面的 最後一首歌叫做 曙光 曙光這首歌很好玩 因為它 我一開始靈感採集的時候 這張專輯定調的是恐懼 但是曙光跟恐懼 其實是完全不相干的 因為我一開始設定的是 這首歌 講不一樣的恐懼 最後最後 應該要有一首有點像是 接雨 再喝水 是結雨 然後 讓大家有一種比較放鬆的感覺 好像重新轉過光明 那 可以看到 當我在採集這些靈感的時候 去尋找各式各樣的恐懼 我會用的一些東西 當然 紙筆 紙跟筆記本一定會帶錄音器材 不用講 像手機非常方便 然後 這個比較有趣的是叫做大腦 那靈感 其實是因為 The Beatles 他們其實有講過就是 他們在寫歌的時候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 有沒有記錄的 儀器啊什麼的 他們會覺得 真正好聽的歌曲 它就會在你的腦袋裡面跑掉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記錄方式 另外 Apps 現在有一些很棒的App 我可以推薦這個 我自己最近常用Evernote 因為 可以到處的連結 那 如果跟寫歌詞有相關的話 我覺得 這個不錯 叫做 符韻摘 iOS跟Android好像都有 它也是 有點像中華詞韻一樣 我就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 運腳的詞都念出來 那接下來呢 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我隨身攜帶的 創作本裡面的樣子 那這兩頁就是 我對於這張專輯整個架構的發想 從一開始 我應該要 每一首歌每一首歌 寫什麼不一樣的恐懼啊 然後我想要表達主題是什麼 甚至 上面你們可以看到 比如說 相信寫歌的花香在你身邊 這些都是 後來有收入在專輯裡面 當然也有一些是 後來沒有收進去的 一些就不給大家看了 以後可能可以跟大家見面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協作方式 每個人寫的不一樣 有些人是直接 隨便拿一張紙就寫 那我習慣用一個創作本 然後我自己找到最舒服的寫奏方式 是 左邊是 寫我的和弦進行啊 什麼的 Key啊 或是Tempo 有時候甚至是 比如說這是幫誰寫的歌 然後我要的是什麼風格 就寫在左邊 右邊呢 完完全全就是寫歌詞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其實有格出來一個部分 寫Ideas 這個時候就是中華詞運 詞庫大典來的時候 就是 當我把自己已經 brainstorm完 就是想到任何的 跟這首歌有相關的詞彙 先寫出來之後 我就開始去找 詞運大典 欸 有什麼 同樣運腳的詞 我可以拿來先 先塞在上面 然後我在下面寫這些歌詞的時候 隨時隨時可以 欸 往上看 還有什麼詞可以用 還有什麼詞可以用 這樣子替換會不會是 比較好 比較好玩 所以這是一個滿有效率的方式 可以推薦給大家 然後呢 因為 曙光這首歌是最後一首歌 我想要帶給大家 是一種 欸 重破光靈一直前進一直前進的感覺 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設定好 欸 這首歌的拍子要不要特別 我想把它設定成五拍 大家就會有一種 欸 一直在往前 好像沒有停下來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我跟五拍非常的不熟 所以我就開始去做一些功課 那就去搜尋 比如說 像Radiohead有首歌叫Fifteen Step 它就是五拍的歌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華語歌裡面 我覺得大家一定都聽過 叫做 我要的幸福 它其實就是一個五拍的歌 然後 當然除了聽 這兩首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也是五拍的歌 那就 盡量放在我的 iPod裡面 然後 每天都聽 讓自己學會那個 律動 學會那個律動 然後學會去數那個拍子 其實 我找到最簡單的方式 其實就是數 一二三一二 就會 有那樣子律動出來 一二三一二 一二三一二 一二 做完功課之後呢 就是 素材的繪整 那從剛剛的創作本 然後 一直到 我先想了一個 先想了一個 和弦的進行 然後錄了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現在 可以先放給大家 一二三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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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一一 這樣子 剛好 然後 然後 當我做出來這個簡單的 這個loop之後 就也把它放在我的iPod裡面 就每天聽 每天聽就想說 欸 我可以在這個和弦進行上面 加上什麼樣子的旋律 然後慢慢慢慢 把它寫出來 所以呢 現在我來放一下 我最一開始寫的 曙光的demo 如果大家聽過我的新專輯的話 可以做一個比較 就是最後的成品 跟原始的demo 到底有什麼 不一樣 這一夜 這一夜 好漫長 還以為 這故事 是能一直接著講 疲憊的 回頭望 不知不覺來生 披著 一進步的那往常 也曾經 想偷想 有人有 黑暗 可是我的心房 一路上的青棋 摸摸心中的翅膀 直到地冰仙長 暗唱的藍色樹黄 穿過黑暗 會有傷 會有迷惘 會有力量 擁有黑暗 才有狂 才能擁張 才能面亮 燃燒白暗 天的希望 一個人 心難破 重重生 祝你 迎來 英雄的我 不擔心 你路上 犧牲了 夢幻 提米 動了 白馬 提成 一路上的 荊棘 活活 心中的 血管 天道 提米 現場 彈笑 打 藍色 雪花 穿過黑暗 會有傷 會有迷惘 會有力量 擁有黑暗 才有光 在路中 高音 才能變亮 彈笑 滿天的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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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過黑暗 會有力量 穿過黑暗 會有傷 逐一步 超級ու適合 在路中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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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燒白暗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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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的,這就是曙光這首歌的demo 然後有人要拍這首歌 好,那很多人都會問說 那一開始你要做這些demo啊,做這些軟體 你要用什麼? 這個就真的是如果大學的時候很希望有人跟我講的 有很多現在如果你用PC的話 Nuendo跟Cubase是大家最常用的 那如果你有Mac的話,你當然知道GarageBand 就是Mac裡面都會有 GarageBand其實如果你要做簡單demo,真的夠用 那現在編曲的雖然是主流,就是Logic Pro 它其實跟GarageBand很像 那如果你有機會可以用到的話最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真的在錄音室裡面 我們最常用的軟體其實叫做Pro Tools 它在錄音樂上面是最常用最方便的 那後來這首歌到正式製作的時候 編曲其實,如果剛剛你有聽過這首歌的CD版本 其實跟原本demo還蠻像的 就是替換了一些東西 然後最後甚至我靈光大現 就想說,欸其實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合音墊在底下那種 轟轟轟轟像獅子王的那種感覺的話 會很不錯 所以最後專輯裡面其實就有那樣子的感覺 那接下來先就到Mixing and Mastering 完了之後就可以放到CD裡面 然後就完成了 然後也就完成了我今天的演講 很謝謝大家